师傅每天睡醒的第一件事 就是拿着刀去砍徒弟的头 师傅 我欠你很多钱吗 小伙的头发天生硬如钢铁 那砍到都给崩飞了 他的头发都没有掉下来一根啊 今天是不通合战的第99次剃度 师傅也是真急眼了 就发誓啊 今天要是砍不断他头发 就砍下来他脑袋 结果他和方丈砍了9981天 那辅约刀杀全都崩了 不同的头发还是毫发未伤 不难他们只能缴械投降 这事师傅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嗯 我知道了 会不会他得罪了那位菩萨呢 听到这儿不通也觉得有道理 他连忙跑去拜殿前的金刚石像 如果小僧得罪了各位 那就请受我一拜 可哪成想啊 神像看见他立马转过身去了 不通也是一脸的懵逼啊 他又跑到对面去拜 结果人家也不愿搭理他 不通就无奈地吐槽啊 我现在出门化缘 都没人相信我是个和尚 有谁不想做个光头的和尚 为什么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啊 本以为观念菩萨会为他指点迷津呢 可菩萨一看见他来了 立马就闭上了眼睛啊 我已经都闭眼了 观念菩萨 你为什么要闭眼呢 你快告诉我 我到底为什么不能被剃毒啊 是不是我前生做了什么孽 原来这不通前生乃是降龙罗汉 他又被称作金童 与天前的玉女是一对 然而就在两个人沟通感情的时候 玉女失职 使得三千年一接滚的潘桃落入人间 被死亡母娘娘震怒 惩罚他们喝下忘情水贬下凡间 忍受百年轮回之口 被贬人间的金童只剩下一成法力 只有在剃毒后吸收日月精华 才能恢复所有的功力 这天大将军的夫人来寺庙求死 为了让对方满意 方丈甚至派出了十八童人帮忙施法 可不通只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女人的心事 不通刚想要点破 可却被方丈给阻止了 这小子要是说出来 这几千两个香油浅就泡糖了呀 方丈还把不通赶下山 去城里抓妖 而发来请求的正是城主 为了安全起见 城主还请了一群道士 这时那妖怪从地下突然出现 道士急忙施法 把八卦盘砸了下去 他以为已经制服妖怪 就让土力过去收尸 可下一秒 这可是把老道吓坏了 当即就准备跑路 可但还没跑出去 两步就被追上了 成了怪物的晚餐 为了不伤及百姓 一旁的不同果断出手 他搓出一颗身腿瞪眼弯 就给扔进了妖怪嘴里 不通全说妖怪停止反抗 可妖怪根本就不听 还在城门楼这里 把不通给甩了下去 关键时刻 一个长得像张雨琪的女孩出现了 他瞄准妖怪蛇的后一箭射出 却不想正好是在救人的不同屁股上 女孩被敢耽搁 再次搭工射出三箭 被命中死穴的妖怪瞬间倒地 所有女孩跳到蛤蟆罐身上 抽出来一根千年血骨 她并不是缠羊鞋子了 而是为了抽取里面的蛤蟆油 这样就可以启动回天衣 看到金童在这一世的容貌呢 原来这女孩正是被贬人间的玉女 当初她并没有喝下忘情水 宁愿承受百事的劫难 也要找到金童 现在只差天山老妖的眼镜 就可以重启回天衣了 但是天山老妖皮操肉厚 寻常的武器伤不了她 一群人只能暂时躲避 这时他们发现 布通的头发坚硬无比 于是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就这么的一只愤怒的小鸟起飞了 天山老妖还想要抵挡 可布通的头发比钻尸还要硬 瞬间就射穿了她的身体 随又隐隐挖走了天山老妖的眼镜 放进回天衣的瞬间 她和金童美式的画面浮现出来 而这一世的金童 正是前几天调削自己的布通和尚 这时布通也来到了这里 看着眼前的画面 她瞬间恢复了所有记忆 就在两人温情相拥的时候 一个身穿龙袍的男人出现了 原来男人千年前 是条祸害人间的毒龙 香龙罗汉打败他后 被佛祖踩在了脚底下镇压千年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毒龙仅仅几百年就逃了出来 还成为了当今圣上的国障 得知香龙转世后法力只有一成 他这才找上门来报仇 并且他还要抓走玉女 接受他仙女的身份 迷惑当年皇上 从而控制整个人间 这是我见过最会享受的皇帝 水中坐轮椅身旁伴美女 而这两个美女其实并不简单 她们一个是大长腿的蜘蛛精 一个是射人心魄的狐狸精 她们吹一口气 就能把皇帝迷得神魂颠倒 见时机成熟 蜘蛛精将毒龙珠吐到皇帝嘴里 甚至皇帝有阵龙之气护体 直接将两人打飞出去 而知识他们的正是北海毒龙 眼下又想把毒龙珠送进皇帝嘴里 就只有找到一个神仙女子来完成 于是毒龙就找到了御女和不通 虽然不通记忆是恢复了 但法力却只有一成 她无论如何也打不过毒龙 很快她就被打残了 御女见状连忙跪地向毒龙求饶 而这郑重的毒龙吓坏 她让御女吃下天残 控制其心智 只要违背她的命令 天残就会蚕食她的内脏 所以御女就被安排去诱惑皇帝 眼看毒龙珠就要被皇帝吞下 御女及时清醒过来 见此情情 毒龙彻底怒了 虽然一阵阵鼓声落下 御女也被躺得死去活来 另一边捡回一条命的不通 也收到了好消息 虽说香龙恢复了法力 但还是来晚了一步 此时御女已经边临死亡 她大吼一声 一道金光落下 香龙瞬间变成了小金人 她随后重天而起 施展出自己最强的一招 无数的小心人变化成一条金龙 直接向毒龙攻去 毒龙的攻力极强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反而趁机扑向了金龙 眼看金龙无法对付毒龙 无数的小心人再次重新组合 凭借成了一个巨型金身罗汉 当毒龙冲过来的时候 金身罗汉一跃而起 一拳就将毒龙打落 接着蓄力发出致命一拳 当毒龙被消灭的一刻 所有金人都回到了本体 香龙身上的金光也随即散去 他来到御女的身边 刚想要触碰 御女就化作青烟 缓缓消散了 这时观音菩萨现身 告诉他可以回天庭复命了 可失去了挚爱 香龙已无信再回仙界 观音被其感动 便将御女的一缕残魂 变成了小鸟陪着他 从此事件再无不同 只是多了一个和尚 人称技工